各位各位 三六三強 二度一 老一小白兔 所有的小動物 國民黨立委候選盧憲宣傳車遠遠開過來 居然敗票對象是小動物 告訴你們的獵人喔 1月13日不要去打獵 叫他們帶三重陣印章 那一天不要打獵喔 趕快去投票 逗趣拜票口吻讓人不經玩耳 更是逗得不少民眾哥哥笑 放上網路笑翻一票網友 這也不像有趣 哥哥要投票不要去打獵 以前有人像這樣子的宣傳方式嗎 沒有聽過 原來如現衣會有這樣的拜票 因為山區的部落之間都有一段距離 翻山越嶺時常常沒看到人 幕僚就開始跟小動物打招呼 才有這麼逗趣的對話 在阿里山的時候 他們那個住家都理得比較遠 然後呢當然是要面對祖靈 跟這些動物們報備 角獵人那一邊就是 明天要特別特別的請降 這只要是我們部落跟部落之間都會有距離 像在城市拜票的時候 那尤其是阿里山一個村莊有的時候 是一個多小時的距離 我們在車上也不知道跟誰打招呼 就想到山上有什麼就是動物 那就大家就自我娛樂一下想說 跟山上的動物打招呼這樣 山地原住民立委選舉十人搶三席 比競爭激烈 催出投票率相當的重要 無限於這個小動物提醒獵人 別打獵的影片 也意外在網路引起迴響 醫學紅衣生陳沛心屏東報導 拜託拜託謝謝老 謝謝